隨著中國武漢疫情的日益嚴重 加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 週三在渥太華表示 已準備好一架包機 計畫接回現階段困在武漢等地的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政府準備了一架包機 計畫將目前困在武漢肺炎疫區的加拿大人撤離 我們現在有160個加拿大人 在中國在加拿大幫助保護 我們有儘管保護加拿大幫助保護加拿大 我們希望回到中國 中國湖北省疫情蔓延 目前還無法確認 160名將返回加拿大的人中 是否有人感染這種病毒 我不會預計到這個程度 哪個整個程度會存在 除了說的目標是 保護加拿大人的健康 在加拿大和加拿大人的健康 在加拿大人的健康 加拿大外交部週三進一步發出新一輪警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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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國政府警告避免不必要的到中國旅行之後 隨後加拿大航空公司決定週四起至二月29日停飛所有北京和上海的航班 在疫情難以再掩蓋之後 雖然中共官方通報的感染及死亡人數幾天來直線上升 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共的數據仍被嚴重縮水 新唐人記者周立敏 孟學芝 加拿大渥太華報導